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小宇 今天我们来关注伊春邻区的多元化转型 伊春是全国重点国有邻区 素有祖国邻都洪松故乡的美 伊春作为共和国森林工业的摇篮 曾经为国家建设提供了 优质木材2.7亿立方米 至今仍然是我国最大的森林城市 今年已经60岁的张英善 是伊春市乌马河林业局的职工 这一片树林 就是当年他在乌马河林业局 做林业工业时所栽种的 张英善记得 自己1975年参加工作的时候 这里能够采伐的树木 基本上已经采完 除了地上的杂草 还有一些零星生长的小树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张英善不仅要采发树木 还有栽种浮育树木 但是1980年之后 张英善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种树上 特别是从1984年到1994年的十年间 他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 每年造林30公顷 2006年 林权制度改革的时候 张英善将自己承包的300公顷林地 无偿交给了乌马河林业局 当时的林木成活率高达百分之97以上 如今在这方圆极公里的范围内 基本都是张英善当年造林 长成的人工林 算没算过 你这个栽了多少块 我没说大体上 我估计反正是讲汉 我还不就是说细节不剩 放一百万来万是有 不夸张的时候 每次看到要是尽力的 这就是什么呀 就是心血没白付 没白付出 1986年 年仅32岁的张英善 因为重数 获得全国生产能手 和五一劳动奖章 当时在一春市文联工作的江孟芝 到乌马河采访张英善 以张英善的这双手 写了一篇文章 之后这篇文章 被收录进当时的一些中校学教材 他那个手啊 大 我这手就比我这个手大 一切老眼 指纹都是用那个 馅铲着 我说你怎么 你为什么 你不上药 他说上药没用 一切老 他就蹭掉了 只能用什么馋着 如今几十年过去 张英善和老伴 还居住在森林深处 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植树造林 但是每年春季的时候 他们还会到自家林地 捕种一些树苗 这天早上吃过饭之后 张英善和老伴 准备到自家林地看看 出门前 老伴像过去一样 带上了干粮和水 原来就这样 就拿着水 拿着有时拿热水 有时拿着水 有时那也不够喝 就反正就喝 碰了小喝 就喝点小喝水 拿着干粮就啥 走吧 拿镰刀呢 每当要去林地 张英善都要带上稿头和镰刀 稿头用来种树 点刀则用来清除树苗周围的杂草 如今张英善和老伴出门 大都是骑摩托车 而过去 他们一起栽树的时候 大都是用肩 背着树苗 走到山上去 当时张英善和老伴背着树苗 几乎走遍了这周围的每一片土地 采刀 采划浮育啊 这都当年都干 就是这整个浪 这个范围 基本上 现在就是说 这都长得什么树都在我脑海 在通马乌玛和林野菊的道路两侧 是成片成林的落叶松 这都是张英善种下的小树苗 如今都已经成才 张英善老两口带着记者来到一片林地 这些只有一人多高的允山树 是2007年张英善和老伴种下的 每年他们还要来这里 服育这些小树 这就属于透光 这就是给他透光 这就是什么 这就算成年了 这就往后 这个涨率也缓慢 这个就跟洪荣松他俩接近 就是说要想什么经济下 那这也得五十七十年五十年以后吧 张英善凭着认真执着地干劲 使得当年种下的树苗 绝大部分都已经成林 而在当时他这样的干法 却得不到别人的理解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 因为林场是典型的大国犯 常常是干多干少一个样 干好干换一个样 造成树苗成活率普遍较低 林区流传着一年轻 两年黄 三年见阎王的说法 正是看不惯当时的局面 张英善开着自己承包支出造林 至今张英善还保持着当年栽树的方法 根据每棵树苗根部的长短大小 挖出相应的树坑 还有把树坑里面的草根石块用手捡出来 为了保证树苗布窝根 张英善把树根捋直了 然后小心翼翼的用手送进土里 当年中树梢早上天还没亮就出发 晚上要到眼睛看不见了才能往家走 一天工作15-6个小时 直到把所有背来的树苗栽完 由于长时间弯着腰跑树坑 张应善往往累得直不起腰 那就是我 就是跪时候 这个树挪 这个树拿着树苗 就这么再到这个苗的 这个苗的根前 跪的时候比较舒服一点 就是往前走 所以在这个苗的这个距离 就这么 反正这个距离挪到那个距离 把几棵小树栽好之后 张应善的老伴 把小树周边杂草除掉 然后他们找了一个阴凉处 准备吃饭 当年他们种树的时候 都是张应善先走 之后老伴做好饭 再背着干粮水和树苗 赶到张应善种树的地方 然后给我带着饭 我等到去了 我就是那个停下吃一口 完之后中午 接在那个就中午饭 早些都给我带去 干大气了 那一般都带什么 就是馒头 有时候操了土豆丝 那时候讲上就是很简单 就是要不就咸它 吃完饭 张应善带着记者 前往他自己的一块林地 在树林中 看到一口不大的小井 上面飘着一些腐烂的枝叶 张应善说 这是常年不甘的泉水 过去林业工人在这里采放木头 和浮育小树的时候 都是喝这个精水 这水还算干净的 我跟你说 上里头就是 那就喝那个 就是比如说 雨天多了 它就是就像这个坑 是这样 存水 那不渴吗 没定着水 那就是有一个水 那个就是 等等 就像这个巴拉巴拉 那都有虫子 记者跟随张应善 穿过一片沼泽地 可以看到一些 没被草覆盖的小水坑 张应善告诉记者 这些小泡子里的水 都是死水 里面经常会有虫子 当年他在这里种树的时候 待的水不够时 就只能喝这些死水泡子里的水 我那时候喝水的方式 是这么喝 这不都邓轻了 完了之后 就趴了 这是什么 就是这什么 走在这样的沼泽里 常常是深一角 浅一角 有时不小心 脚会深陷在泥水里 而当年张应善 又背着一两百斤的树苗 走上十多里路 有时候就蒙的 蒙蒙的 我就得 整个树苗就得赶路 慢慢来 等我走 你你们就跟着什么去 慢点的 没有说谁一脚前脚 咱们走这还算还行呢 没有水 我那时候讲到处都是水 那些年 2006年 国有林林泉权制度改革试点 在伊春 拉开尾幕 张应善买下了十公顷的国有林地 利用工作间隙 张应善在这片林地上栽下了一万株落叶松树苗 在树林中间 有一片被封刮到的松树已经死亡 这是没办法 这阴壳死烂在里头也没办法 你动作就违法 没有批文就违法 你看烂在里头行 从2000年 国家设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之后 伊春邻居的采发量就逐年减少 像张应善这样的林业职工 收入越来越少 到2013年 伊春邻居全面停止商业性财阀 大量的林业职工没有了收入来源 看着这些已经成才的数目 却无法为张应善带来收入 在最困难的时候 他也想过很多办法 我们说我林下 我就是说石和摩尔 我一看那几年的那个走势市场不好 长了二年 始终讲话的就是说 越走越低估 那干不下去了 杨一接到路 路呢 杨一样讲话的就是说是 这块没有中工厂 你卖个别人卖原材料 你压价 你还加工不了 那死不良善也得卖 后来也就是自然然消失了 守着这片青山绿水 他却无法给张应善带来收入 这是当时很多林业职工面临的困境 正是那个时候 张应善开始琢磨新的收入来源 1995年 张应善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养梅花路 之后还让妻子搬了过来 当时他们就住在这个低爱阴冷的小房子里 几乎与外界没有了联系 这住的有15年吗 就是小杆 小杆立起了湖大泥 这不两个家都泥吗 嗯 湖上泥 完了五里有铺炕 也是有铺炕 就这屋里 现在这是锅台 当时那个汤 养梅花路失败之后 张应善开始开垦周边的荒地 慢慢的 他从重地的收入中尝到了甜头 至少这些土地 每年能够给他带来稳定收入 如今 张应善耕种的土地面积有15公顷 每年之中一季大豆 就有几万元的收入 这小杆的可能还行 那个温度挺好 嗯 农业这个前景还行 那就今年6万多金吧 6万3、4千金 6万3、4千金 他这平均一上地 也就是平均4千金吧 完了净的这个收入 反而是能7万左右 嗯 就是把这些成本收入 就把这些就分都跑了 张应善自始至终 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尽头 为了种好大豆 他学会了开拖拉机 收割机 学会了耕地 种地 还学会了修理这些农业机械 年龄已经60岁的他 还在今年4月份 考取了驾驶执照 为了交通方面 为了改善生活 就是说 嗯 也想找到自己的这种 反正我就想圆圆自己梦 年轻的时候净受苦了 为了全面实现产业转型 2011年开发了60多年的 一春林区 在全国率先停止了森林主罚 对于一春来说 不仅林业工人要转型 进行新的就业安置 还要从过去的以木为生 逐渐转变为以林为生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 他们经历了什么呢 每年3月15号到6月15号 是一春林区的春季防火器 这个时候 也是林区职工最忙的时候 在每个进山入口处 都会设置检查岗位 对每个进山的车辆人员 进行登记 并发发一张防火宣传单 进山不能带火 对于翠鸾林业局 北山经营所的白建国来说 他也要抽时间 到自己管户的林子里巡查 上山巡查的时候 他都要带上一台便携式灭火器 咱们这防火不是打扰打小吗 争取早点把它捧起来 你等到就是那个人上来的时候 咱们就能控制它吧 就这个案子 这个季节正是采摘山野菜的季节 每年都有大量人员进山 采摘山野菜 就在去往自己管户的林子路上 白建国发现一些采野菜的人员 为了防止一些不是邻居的人员 抽烟 引发火灾 白建国跟上前去 进行询问 你不会抽烟 别抽烟 这是咱们联局退休老职工 这时候正是采摘山野菜的季节 而且就是上山采摘山野菜的 一部分是咱们职工的家属 也有一部分退休的老职工 还有一些下岗青年啥的 没啥活干的 都上山采摘山野菜 花点钱补贴家用 1978年 白建国从部队转叶 就来到了北山经营所 当时他和同事唯一的工作 就是采发木头 那时候年轻的白建国 有使不完的力气 今年10月 白建国就满60岁了 尽管年龄大了 但是当年做采发工人练出的身手 却没有变 只用一两分钟 白建国就徒手 爬上了一二十米的松树 这个地方有15米到20米了 是不是有 我这个小岸的岁数大 差了少多的时候我能上去 另外它冲 能看上下来人能看见 另外树上跟前 这个树上有没有火石上也能看见 白建国告诉记者 除了野猪之外 这片林子里没有什么伤人的野兽 不过这个季节 正是草耙子比较多的时候 在树林里巡查时 它经常会被草耙子叮咬 草耙子 学名叫皮虫 是东北地区常见的一种吸血虫 它对你的伪害也挺大 但是它有这个万分之一 一个有毒的 盯上了碰着这个有毒的 那你要是不祭祀 把它栽出的话 就对你 能永远得这个身体脑炎 对你就是这个身体的 危害相当大了 有时候核心腿不能动它了 有时候大脑失去毅力了 这都是皮虫形成的 白建国定住记者 在林子中 尽量戴上帽子 穿长袖衣服 这个皮虫你看 这草耙子 咱们玩家草耙子 皮虫都是 从哪看发现的 这个是在我身上的 那你身上也不一定没有 在林子里巡查时间长了 天气又热 白建国就在附近的 小溪里洗发脸 然后灌里瓶水就喝 这嘴相当甜 直接可以喝 直接可以喝 嗯 真凉 对 白建国管活的这片树林 是红松母树林 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栽种的 尽管后来也经过几次轮罚 但是大部分的红松 还是被保留下来 特别是国家实行 天然林保护工程之后 这里的红松 就再也没有被裁罚过 红松母树林 那个一赏地 才要求四百多株 咱们那个一赏地 都达到八百九百 或者上千了 因为红松的材质比较好 而且它的果实松子 数价比较高 所以红松的经济价值非常高 另外由于红松的生长期比较长 二十多年才能结果 五十多年才能成材 再加上经过多年采发 数量比较少 所以显得非常珍贵 2001年 翠鸾林业局对所属林场 进行管户经营承包 正是那个时候 白建国承包了这片 九十多公顷 红松母树林的管户经营权 就是市政府 就是出台这些政策 能安排一部分职工 而且就是主要是目的 一个是要你把这个林子管户好 另外一个要你在林下 就是能搞点什么东西 就是那时候工资低 一月二百多块钱 这增加点收入 拿到管户经营权之后 白建国开始琢磨 到底该在林下种植什么 后来我就琢磨 说得搞啥呢 就上网上查 搞这个林下审 就这么的 搞这个林下审 所以林下审 他不破坏林地 而且就是这个售价还比较高 他的那个缺点 就是周期长一点 由于林区采伐任务急剧减少 大量林业工人下岗 没有了收入 即便是在林厂上班的白建国 每个月的工资 也只有两百多块钱 连一家人的生活开支都不够 林下审生长周期长 见效慢 前期只有投入 没有产出 为了能够增加收入 白建国先后在林子里 栽种了山野菜刺嫩芽和中药材 今年就是列举给苗 栽五家申 结果栽吧 那个说的就是咱们成片栽 都是那个不太理想 你这玩意 你看好那山和有 你往他栽这玩意 他不出钱 完了结果那个赤老牙 由于栽的那个地方不好 他就是啥 也就是啥 这玩意到时候他就死 一到你那看 就是汗了他就死了 说是这两项都不好 搞林下种植刺嫩芽和中药材失败之后 白建国又贷款五万元 与亲戚一起养牛 然而养牛同样以失败告终 当时家里几乎到了 接不开锅的境地 说句老实话 那孩子上学等着要钱 那时候那个就是那个学费 上大学不会 那个一年三千两千的 完了再加上他生活费 那个三百五百的 那你这家养牛赔的四五万块钱 那跳楼的心都有 心那个那个 人家签清楚钱你不还 那谁那个钱那么容易 都二百多块钱 靠亲戚朋友借吧 借完了为止吧 从2001年 在林子里种下一万多棵圣鸟之后 每年白建国多多少少都要补重一些 有钱就多重一些 没钱就少重一些 2006年 白建国与亲戚 共同承报了四十多公顷林地 除了栽种腐育松鼠之外 他还利用树苗之间的空地 种植一些大豆和经济作物 在树汤里头 那个种点地 卖点黄豆 另外就是这个 这个母树林里头 三年能 有时候能采一次 就是五年 有时候能采两次 就是采点果实 卖了 基本上都投到这里了 十多年时间 白建国在这片林子里 陆陆续续种下了160多万株 长白山山苗 当时他在2001年 种下第一批山苗 到现在已经有15个年头 到今年90月份 白建国准备挖出 第一批种植的人参 进行售卖 今年准备就是能够上市点 上市但是不准备多 你开始会说 能上市能有个三 两三千株 最多的能有三十千株 根据情况 但是你看他售价怎么样 按照白建国的估算 一颗15年的人参 可以卖到200元的话 三千株就是60万元 这远远超过了 其他理下经济的收入 不过 由于人参对生长条件 要求比较高 而且比较娇气 所以他的成活率很低 这玩意儿啊 成活率相当低 你这个 你一个是你靠自然条件 是不是 它能存活就成活了 日晒 雨林 浩克 你咱们看户不好 再丢一点 能达到20% 就不错了 不管是咱们 任何地方它都是 白建国告诉记者 人参是喜事怕烙 喜光怕晒的一种植物 所以要种在 有一定坡度的大树下 这片红松木树林 恰恰提供了 这样的生长条件 不过白建国 还是要做好看护 防止人为损害 正在生长这个过程中 你一步小心把它乌躺了 乌躺了之后 它三年五年 它不出 而且在地里埋了 这就是耽误了三年五年 说人生会跑 它不会跑 它就是有时候野兽 或者人为的 把它嵌打了 把这个羊了 踩倒了 它就是这么一种植物 它就不出 每天白建国 都要来这里看一看 一方面是看看人生长势 另一方面 是守护好这片红松木树林 这里有它付出十多年的心血 首先你保护好 你这个林的你才有价值 你保护好 一把火你烧了 是吧 国家个人 它都受损失 人力努力都受损失 除了每年栽种一部分人生 白建国也在摸索 其他的林下经济 在他家猪圈里 新养了一些小猪 三头杂交小野猪 和三头当地的红毛猪 他先少量的试验一下 如果成功的话 他准备在林地里 大量养殖 你看看行不行 要行的话就是 准备就是那个 大量的发展 你咱们你搞好了 你大伙来上就来 看 学 也会这个 这个下干之后 起个那个 定先的作用 记者采访得知 在整个翠鸾林业局 北山经营所 280多名林业职工中 目前还在从事森林管理 服育工作的 只有70多人 大部分的林业工人 都是自谋出路 其中包括一部分人员 从事林下经济 林业局也在想方设法的 解决他们生活来源问题 最近这几年 也在不断地鼓励 我们发展资金经济 发展林下经济 发展就是鼓励你们 鼓励这帮香港职工 你能够自主创业 解决生活困难的问题 自2013年 林区全面停止 商业采发之后 一春市就把发展林下经济 作为经济转型的 一个主战场 通过发展以蓝莓为主的 小坚果产业 以黑木耳为主的 食用菌产业 以红松子为主的 坚果产业 以人参 无味子为主的 北方药材产业 以森林株为主的 特色养殖产业 以及旅游产业 不仅保证了 经济的增长 还解决了一大部分 下岗林业职工的 就业问题 去年 林下经济从业营业 已经达到了15万人以上 占林区总职工率一半 职工率人均收入 达到了1.5万 比停发前 增长了40%多 林下经济的产值 达到了79个亿 比停发前 增长了102% 更为难得的是 伊春林区通过多年造林和浮育 再加上近几年严格森林保护责任 生态环境形成了良性循环 那么我们从13年开始 我们的森林许迹 有林地面积和森林浮育率 实现了三个同步中当 那么活力木 许迹 2015年达到了3.02亿厘米 有林地面积 比2013年 增长了2000公项 森林浮育率 由原来的84.3% 提高到目前的84.4% 提高了0.1% 2016年5月23号 习近平总书记前往黑龙江考察调研 首站就选择了伊春市 习近平强调 生态就是资源 生态就是生产力 我国生态资源总体不占优势 对现有生态资源保护就有战略意义 古人言 辅今一时入山林 林木不可生用也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保护生态环境 是关乎子孙后代福祉的大事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 我们既不能走 节泽而渔式的粗放之路 也不能停滞探索产业升级的新路 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 抱有长远眼光 切实把绿色发展从理念变成行动 真正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的同步提升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节目 就是这些内容 那么从5月30号开始 我们财经频道将陆续播出 十集纪录片 创新之路 敬请关注 好了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节目 再见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